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月26日宣布 在有关中国对稀土、乌和木施加出口限制的争端上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争端解决小组 同意美国的看法 即中国的做法违反了世贸的规则 正在布鲁塞尔的美国贸易代表弗洛曼 通过电话会议向媒体做出了这个宣布 美国今天为我们的工人和制造商赢得了一项重大胜利 并维护了世贸组织有关公平获得原材料的原则 弗洛曼大使说 中国的歧视性做法导致美国制造商 以高于中国竞争者三倍以上的价格来购买同样的稀土 他认为这个决定具有重要意义 他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 即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奥巴马政府 将会维护美国的制造商 以确保他们能够获得我们签署的国际贸易协定的好处 不受歧视地获得工业原材料 今天的决定也再次强化了世贸禁止使用扭曲市场的 歧视性出口限制来推动工业政策的 弗洛曼大使希望世贸的这个裁决 能够进一步抑制有损美国制造商的其他违反世贸规则的行为 并有助于结束一些国家的有关做法 从而使美国等国家不必再向世贸提出这样的申诉 稀土乌和木是很多产品中不可或缺的原材料 这些产品包括智能手机 平板电视 医疗设备 锋利涡轮 钢铁 石化产品以及气垫两用汽车的电池等等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总法律顾问赖夫分析了这项裁定 这个巨大的数字 这些行业支付的工人工资达到300亿美元 美国在中国2009年急剧减少了稀土出口的限额 并引起全球性的稀土价格上涨之后 于2012年3月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 欧盟与日本也在同一天提出了与中国进行磋商的请求 中国表示对稀土实施出口限制是为了保护环境 这个案子的有关各方有权在裁决做出的60天之内提出上诉 目前还不清楚中国是否会上诉 VOA卫视 丽雅 任玉阳 华盛顿报道